其實我還蠻平常心的 因為結果已經訂了嘛 因為我想評審今天一定會選出最後的獎者是誰 我在怎麼樣壓力覺得大都沒有用啊 我覺得瘦下來之後有給自己一種成就感 但是我覺得還是健康的瘦啦 最近有在見熊 所以明天的禮服會比較端莊 但是有點帶點性感這樣子 就是因為希望這個可以接觸到的觀眾群眾更多一些 所以我們有找譬如說唱片歌手 然後有演員們 然後也有主持人 然後有諧星 陳漢典 然後譬如說也有這個創作者導演們 就希望說各個不同的領域就是 可以讓更多的 因為畢竟大家的觀眾群眾都不太一樣 那就希望讓他們有更多更多的人 可以來看這個片子 了解一下說 其實憂鬱情緒沒有那麼可怕 我們其實可以去 怎麼去了解他去接觸這樣 最後一開始六月因為他就是一個 什麼事情都把事情往身上擔的人嘛 他這個家裡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人都對他有各種要求 那他又不會說不 那就把他演化成說 那就給他很多皮箱 然後就一直要攔在身上這樣 但事實上你會發現你根本是 你知道我們跳開來的人 就會覺得不可能啊 怎麼可能被那麼多 可是你知道人在當中就會覺得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可是其實你沒有辦法 對啊然後藝文 譬如說那個舞台劇很誇張的造型啊 然後譬如說家演也是 就是蘿莉 彩色女僕裝啊 然後去 可是就 剛剛沒有看到有些片段 譬如他還有 絲生菜啊或什麼的 然後譬如說 常常就是 被用麵粉跟地瓜粉丟臉啊 對啊就是 其實我覺得 這邊的人應該都是這樣吧 就是常有時候說到一些 指責 或是網友的 攻擊什麼的 那其實那個比較無形 可是我們視覺上 就讓他變成一個有形的東西 對 就是我相信每個人在內心裡面 一定都有一個可能 一直過不去的關卡 或是一個一直會 讓自己耿住 像魚刺一樣的耿住的一個痛處在 那 呃 其實大家不要害怕去面對它 就把它 說出來 然後 讓身邊的朋友知道也好 幫你分擔也好 總是要走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那我就是很喜歡導演 為我發想的那一個橋段 就是有不斷的遭受到麵粉的攻擊 其實它代表的就是 我們人生 每一個人的人生裡面 都會遇到很多的打擊 但是不管打擊再怎麼多 你還是要很堅強的去面對 因為就是人生嘛 考驗是必然的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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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